大家好 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sst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语意噪音 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太难 结构相对比较清晰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讲的 第一句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 交际中的语意噪音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一种干扰 由于信息传递过程中所使用的词语 句子或符号的模糊性 干扰了信息的解释 在这里第一句话就引出了我们本文的核心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语意噪音 语意噪音是什么呢 语意噪音是一种干扰 存在在沟通交流之中 这种干扰是什么呢 后面的大词引导出来呢 就是具体后面说的是呢 由于信息传递中所使用的词 句子或者呢 是符号的模糊性而导致的干扰 所以说呢 这句话呢 它是对语意噪音的一个总的概念的解释 是一个总阔性的一个内容 但是这一句话呢 其实我们只要记它主干意思就可以了 那就是语意噪音是信息传递中的干扰 或者呢 语意噪音是干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呢 是说让我们退后一步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 帮助您更容易地理解语意噪音的概念 所以说呢 它在这里面要提供什么呢 一个更大的框架 目的是什么 帮助我们理解语意噪音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两个呢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核心点 或者说是我们要记的点 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呢 它首先呢 是说的是交流 是把信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过程 所以说呢 它上一句话讲的是呢 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 这里呢 就指的是这个框架是什么 这个框架的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交流 它解释交流的含义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呢 咱们只用记一个交流就可以了 再继续往下看 看在这个更大的框架中 还有什么组成的要素 这里呢 它又说到信息是一种以特定方式组成的数据模式 所以说呢 这句话它主要要说的呢 其实是信息 也就是在一个更大框架中 它包含交流 信息 然后我们再看还包含什么 这句话是说 例如一个句子由一些符号组成 这些符号呢 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形成具有特定含义的单词 这里呢 是具体举例子说明 句子和符号在语言中的一些作用 这个呢 属于细节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不用记它 但是事实上呢 它出现了一些新的信息 那是什么信息呢 那就是符号 符号在句子中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句子也运用语法 这是一种公认的构造句子的方法 这里呢 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 那就是语法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它之前的时候呢 是说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 让我们理解语语造音 之后呢 它就提到了很多信息 比如说呢 一些是交流 或者说是信息本身是什么 交流信息是什么 信息是什么 接下来呢 又说到符号 后来呢 又说到语法 所以说我们知道 在这个更大的框架之中呢 总共包括 包括四方面的一个信息 对 应该是四方面 那就是交流 信息 符号 还有语法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呢 是说 噪音是任何类型的干扰 干扰的解释信息 在这里呢 它解释噪音是什么 噪音呢 就是任何形式的干扰 这个呢 其实 第一句话呢 也有提到 第一句话说的呢 是语意噪音是一种干扰 在这里呢 又说到噪音是一种干扰 所以它本身呢 是这个重复的信息 你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呢 是说 噪音存在于所有的通讯之中 Exist 在所有的通讯之中 这是噪音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是说 语意噪音不涉及声音 而是涉及语言 句子或其他交际符号的模糊性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 这句话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语意噪音 它和什么没有关系呢 和声音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but but rather 后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强调的作用 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句子 句子 词 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符号 这些呢 是在交流过程中使用到的一些要素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语意噪音 你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的意思是说 奇异的产生是因为每个人在相同的单词 短语或句子中看到不同的含义 在这里呢 它又解释了 奇异是怎么产生的 或者说是模糊性是怎么产生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呢 不同的含义 不管是在词语 还是词组 还是句子中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呢 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 你再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 在来自相同文化 年龄 教育和经历的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中 解释上的差异呢 可能是非常的小 甚至无法察觉的 或者由于文化 年龄或经历等因素而产生巨大的差异 在这里呢 它最后一点解释的是什么呢 是差异的产生 差异的产生可能跟什么有关呢 可能跟我们的文化 年龄 教育 经历都有关系 所以说呢 最后一点 它又从差异产生的原因来讲了 为什么会产生差异 好了 这就是本文的一个所有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核心要点 核心要点总共有这么六句话 可能你们下来总结的核心要点呢 跟我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们花个五分钟的时间写好自己的sst 写好之后呢 就可以看参考答案了 参考答案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上来呢 它就点出了本文的核心 那就是 语意噪音是什么 由于什么而形成的 due to 引导 接下来呢 一个转折 However 说一个更大的一个framework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语意噪音 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which 引导的 限制性电语通句 解释的是由什么引导的 或者呢 有什么组成的 由信息和句子 当然了 不只是信息和句子 我们看到还有grammar 也在里面 除了这一点呢 besides this 就是说 噪音呢 是任何的disturbance 任何的干扰 存在在我们解释信息的过程当中 所以 therefore 语意噪音呢 是很模糊的 并且呢 这个difference 所存在的差异呢 可以很小 甚至是很难察觉的 在我们的日常的交流中 这个呢 就是本篇的sst 也是今天的pt study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